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介绍的是上运科技总经理和卫星总经理 他是从名传商专商业文书科毕业后 立即获得三家公司录取 其中花花乐外貌杂志的编辑工作 他从一个小小的编辑开始做起 现在成为了一位亲密机械业并上市的公司总经理 同时是机械业语姓经纪人连理会 一例你的会长 也是唯一一位语姓总经理 在去年入选 不比是亚洲最有权势五十大女性商业领袖 更是当中唯一的族类台湾人 当初在陪他的做事车上运科技的董事长 卓永财先生 向总组里在面试官方大致时 卓永财先生是当时的面试官及大致局 如今是他人试中最大的一位会人 也是至今唯一的老板 之后卓永财先生离开交通银行成立大营企业部门公司 蔡卫青总经理则担任公司执行秘书 协助卓永财先生联系课程办训 这看似简单的行政工作 却让蔡卫青总经理开拓视野 并学到许多有关管理理乐和实际的案例 拥有金融背景的董事长 有时会替经纪人开办财务金融相关课程 蔡卫青总经理也都会跟在一头学习 在这一路走来 虽然有许多人想将他挖脚走 但他却从未亲梦过 并说亲的老板未必能像董事长一样 一直没落养分 即使薪水不高 但眼见却是最不同的 每一个学习机会都会带人以重要养分 虽然外貌杂志这份工作并非他的兴趣 但他依然投入其中 他从商业杂志中 北京有关商业与贸易知识 也跟着一圈场老板学习印象流程 在担任执行秘书时期 只要有如意人的顺便课程 他也都会参与其中 抓紧机会学习 并且也决定到美国金修 以执行理学博士学会 他觉得要如何带领团队 不只让董事长的领导 跟同对交职 还有自己也不需先提升自我能力 而蔡薇清聪经理他所领导的方式 不只注重财能 也很注重公司的情绪 公司员工的情绪 他曾强劲各种办法 为现任上瘾资深副总经理 解决与其而分隔两地的问题 对地公司高层主管 因博习问题而造成的家庭失衡 跑到他家里住和两人圣坛 希望能够化解员工的家庭问题 而在每年过年时 都会要求董事长必须到高线 员工家里拜年 这种做法偶尔会被董事长消遣 但他却非常的坚持 希望在工作效率高 且冷冰冰的标准作业工作中 带给员工更多关怀与温暖 1993年上瘾在收购一家楼博具规模的机械厂时 当地员工难以接受被台湾中小企业运购 财卫星总经理在天大节的时候 亲自送上秀有每个员工名字的围巾 这举动果然融化了对方的心 不止如此 他也很重视员工的心灵成长 连最低层的主管 都必须参加教练领导的课程 希望透过此课程 让主管更了解员工的心声 在公司里 无论年纪之机 他都能一一叫出名字 说出他们的资历 这群男性工程师 也都亲切地叫着蔡惠卿 一种 气氛轻松又不失尊敬 夏克星总经理是上一科技的头号员工 2008年接任总经理 成为精英机械业上市公司中 第一个女性总经理 用万一从中一点红 洗脑他在贴切不过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总经理 以及我们的文庆老师上台 我先做一个调查 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来的主角是 蔡惠卿 但我不要讲她的猜头 因为我有几个问题 但不要请大家是 今天叫你蔡惠卿 小姐还女士 我比较喜欢人家称我女士 因为女士是比较内地的感觉 谢谢 你不会因为 像我现在喜欢人家称我叫小姐 你这样就叫做做老戏师 你们在现场看到蔡惠卿女士 你们认为她是学工程的人 你的麦克风关掉 你认为她是学工程的人 请举手 她的学工程的人 只有两个人 举手嘛 收集高点 认为她是学工程的人 请举手 Face 3 你认为她是学电脑的人 请举手 OK 你认为她是上瘾科技 其实她是代表上瘾科技来 你认为她是学跟资讯工程有关的人 或是说跟其他这个领域有关的人 请举手 就是理科的 好 你们就单独数 蔡惠卿总经理 是台湾最重要的工程精龙头 上瘾科技的总经理 我再来问一个 请你们诚实 回答问题 你们认为她小我12岁的人 请举手 站起来 站起来 认为她小我12岁的人 请站起来 她认为她大我12岁的人 也可以站起来 你觉得 是男的太好了 站 谢谢 这问题有陷阱 认为她跟我同年的人 请举手 好吧 你们有站在我什么片 我两个的确认都输够 是同年 这样 谢谢 你们两个女孩子 我现在已经 丑江恩宝 所以就饶了你们 认为她小我12岁 开玩笑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前面的调查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既有的刻板印象 我其实本来应该问你们 你们认为上一刻这个总经理应该是男的太女的 因为 因为也是男的嘛 对 就是一个女性 那这个学期呢 我本来主要的都是跟文创有关的 像我们会请到非常好的 包括像任想 像台湾最好的这些主持之一 网生员 他们都会一个一个来 像是江振臣 海洋场 也不知道大家是为了吃来 而是为了她的创业成功 你知道吗 那今天呢 我特别请了 上一刻你总给你猜不清白 工具机行业的女头子 这是我取的名字 应该叫女头目这样子 好 很特别 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直接直接 那很powerful这样子 powerful这样 好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赛业他的资料的时候 我也很吃惊 他原来念的是 明传 对不对 是 在那时商业行政 而那个时候 其实明传是一个训练 女秘书的 或是新疆学校 一样会这样讲 对 新疆学校 不是女秘书啦 明传那时候 尤其是我们商业文书 尤其在那时候 是经济级别的年代 明传商业文书 出去忙够工作 就是贸易公司的秘书 真的吗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台大好多男生 都觉得他们要去老婆 要去实践 都去明传 他们认为台大五美女 所有的免费都在明传 应该实践 再好 谢谢 OK 但是一个念 原来他只是要出来做 国际贸易艺术工作的明传 会计行政 会计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就是张业文书的部分 我必须跟他里面很远 因为我只要很靠近他 麦克风就打这样的 我觉得你把他的麦克风 开得太大声了 所以才会一直打 不用关掉 他只要把他声音略调 一下一下就好了 对好 现在好了 今天我请他特别来告诉各位 其实有几个让你站在这里 就是一个最清楚的女工聚集 让你们不要因为你是女性 就认为你自己不能进入某一个未来 真正其实是可以发展的 某些领域 第二 不要因为你现在学的东西 不是未来你要进去的那个行业 你就觉得You're not capable 你就一定没有能力 这个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 我曾经在我们的课堂上讲过好几次 工业4.0 博士在文明师 又要跟大家介绍大数据的年代 那如果在亚洲大学 很多学生就觉得最多学的都没关 我是学hopeless 其实才会是一个总经理 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不要因为性别就现实了自己 不要因为你现在所学的学科 就现实了自己 他如何在他的人生过程中 最后扮演了台湾工聚集龙头 最重要的女头目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谈 请周恩 谢谢 我们来一下第一页 先给大家同学 再回顾一下介绍 你看这张照片 把你学得很美啊 五四个 各位觉得他很美吗 如果我们也要不可以访问一下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礼物 商人科技呢 创立一九八九年的十月 创办人董事长 卓永才在上学期 我们跟CEO的对谈 里头访问了他 他原来也是念商专毕业的 念完商专以后呢 他就从基层做起 然后到银行里头做事 最后呢 因为有一家公寓机 应该是属于机械工程的公司呢 很好的三星嘛 三星五星 然后呢 他就做罗斯帽的 然后他又因为这家破产了 他就带了银行去重整这家公司 然后重整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就讲一句话 然后一进去啊 那他原来成年商专嘛 学历远远不如他人 那他后来一走进去 因为发现这里头 不是台大毕业的 就是长大毕业 他当时第一个感觉说 那是一种大费 大费 费费费费 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书 读到你的背后去了 你们怎么会 如此呢 然后很快他就发现 其实这是一种家庭 是不错的公司 他问题只有出在管理 然后比如说 他们在做罗斯帽的地方 因为当他的制成的成品 根本在一个缓解里头 他有一些是浪费的 可是那个缓解的浪费 却没有人去注意到 所以他就注意到工厂的很多细节 他慢慢就理解 其实管理一个工厂 你为了要是这里头 真正最厉害的专家 你最重要是了解 这整个管理的过程当中 他的竞争力是什么 他出问题在哪个环节 哪些是可以改善的 然后他重生成功以后呢 后来他又回去了银行 回去了银行以后 他有时间出国 然后回到台湾以后 他才创设了上瓶科技 这是他的意愿 那总经理蔡惠庆 员工四千零四十七人 那因为总部 我们派总是 这是一个网友 因为上瓶科技不是在台湾 而且他是已经变成一个 在德国 韩国韩国卫展 非常赫赫有名的品牌公司 我们看下跌 在海外他有子公司 还有孙公司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子孙公司 他有德国 美国 日本 瑞士 捷克 法国 以色列 新加坡 韩国 意大利 以及中国大陆的苏州 那这些公司呢 他都是在当地呢 作为精密的 零件的各种生产 那上瓶科技的董事长 在上个学期 我跟他对谈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领域里头啊 他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材 所以他跟每个地方 都要有各种不同的合作 可是他怎么管理当地的人 当然我们就要特别来请教 菜总经理 下一个 然后呢 他还有研发中心 当地是生产的中心 那中国大陆的苏州 是在最近才成立的 虽然很早上一刻 就已经跟清华大学 北京的清华大学进行研发 那可是卓 董事长 他明白了讲 这个工具机 Copyright 支援财产群很重要 所以呢 他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工人 他离开 你Copyright保不住的时候 支援财产保不住 你虽然可以跟他合作研发 但他就轻易得到中国大陆 去设计工厂 他虽然中国大陆的人才 可是直接去设计工厂 这风险很高 一直到现在 他了解这个中国大陆的自动化 也就是中国大陆呢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这种 农民工大军的这种生产模式 他有非常非常大的 整体的工业4.0 自动化社会的大量的工具机的需求 这个情况 他为了切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加上了我们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 现在关于工具机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叫做货帽协定 没有签下来 不是服帽 是货帽 货帽协定没有签下来的情况之下 工具机外销到中国大陆去 外销到很多地方 它的关税是百分之大到百分之十三 相对高科技是零 所以其实全世界现在在工业4.0里头 真正的高科技是工具机 但是我们台湾把高科技都放在电子业 那电子业呢在1987年 当时台湾和美国的贸易谈判里头 我们的政府牺牲了所有的产品产业 然后成全了电子业 这是我常常跟很多人讲的 台湾的经济史 你们那时候可能刚出生 我想你们都还没有出生了 你们现在的年龄都还没出生 那时候台币呢 从1.40对美元大幅的升值 最终不到期间 升值到1.20对美元 那这个情况里头就是了 以中博以下台中复兴最多的就是自行车 鞋业 这些所有的传统产业 不到一两年之间 全部不是倒闭 就被迫逼迢外 那交换是什么 我们政府这么做 并不是自己乐意的 是对美国人所逼 就美国人认为 台湾本身的汇率太低了 因此他要求你台币升值 他认为你操纵归令 那台湾在这个时刻 是由前任的副总统 向外长是国贸局长 他到台湾出去谈判 谈判的时候呢 就很清楚 那时候科学局才刚刚开始有多久 政府在那时候 带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就是要让台湾呢 在被美国庞大的贸易暴富的压力之下 换一个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那这个换就是换电子业 所以我常常跟我电子业的朋友讲 你们今天的财富 你们今天所享有的关怀 是一部分你们创造的 一部分是政府的政策给你的 一大部分是台湾老百姓 非常大的牺牲 然后换电子 所以台湾承诺把台湾大幅升值的结果 就所有的传统产业精全化 所以你们看到 那么多的台中的协业 台中的自行车业 大多数都不得不全部这些代工厂 绑制厂全部都外领到东莞升值的 从1990年到现在的现象 事实上是那一波政策 不得不然的后果 而台中是很大的受害者 所以一段时间台中什么都没有 只有色企业 这就是那个事实的一个过程 然后来才慢慢地中科院区起来 没有抛弃台中的就是上林科技 我们刚刚看了1989年 他反向地在那个时刻 在台中设立了工具机 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讲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 那可是那个时刻我们政府脑袋里头 没有机械也没有工具机 也没有工具机的概念 所以也就没有把工具机 机械跟机械的关税 纳入跟国际的谈判效果 一直到最近发现这些工具机械跟机械 是台湾最厉害的产业 想要谈判的时刻 有一点来不及了 然后我们的关税高达8% 到晚之13% 而这么高的一个关税 就逼得他们也不得 不到他们所要卖到市场里头去设差 可是他仍然维持离民总部 是在台湾的台中 那我想这些故事是告诉很多年轻人 看很多现在的现象 不要从你自己的直觉 而要从历史的外国去了解 所以希望台湾的很多产业 越多留在台湾 其实就是要帮助他们降低关税 可是我们每次听到要降低关税 就是说你土里有钱人 可是最终的结果是 这些人他们许好把工厂 挽回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你不要看到某些产业 觉得他好好啊 他好棒啊 事实上还在台湾 创造的就位机会非常少 然后呢 他可能产值很高 所以少数的老板跟投资人 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但是对台湾大多数的保法性来讲 他是不足以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 这大概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 那我们再下一页 那基本上呢 上瓶现在已经是全球半导体设备商最关键的 零组件的霸主叫做上瓶 在2014年的时候 还拿到了阿斯莫尔最佳工程商 在2012年的时候就打入了美商应材的供应链 我们再下一页 就于是今天呢 我们所看到的工业四点里里头 上瓶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下一页 OK 我从现在开始跟蔡总经理聊天 我刚才谈到1989年生 你觉得上瓶上班了吗 所以他跟风一直都是开始的 我先延迟一下文艺老师 刚刚所为各位说明的那些段 然后再把它再更精准一点 知道吗 就是 这是我是上瓶科技的第一个员工 那我在进入上瓶科技 成为第一个员工之前 是我跟总统已经有些工作一段时间了 就是从那时候我刚从明船毕业之后 其实 他有帮他还在工作 他有帮朋友 就是走饭也叫 外面化也少吃 我是从那边开始切的 然后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跟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就是 在那个年代 经济集团年代 明船毕业 几乎都很快就找工作 那时候我认识三个工作 三个工作都落用了 可是后来为什么我决定 就是 为作用财 这个办公室 是因为我发现 他的办公室都很多书 然后我的记忆中 我就是会看书 喜欢看书的人 应该都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好的老板 其实我就这样做一个决定 不选择 要跟这个老板工作 然后我们从那个出版 然后到新闻顾问 那新闻顾问是 总统就是如同刚文天老师涵到 他去交通银行代表交换去三星五星整顿 不太好 他开始思考他人生 就是说 其实台湾是蛮可为的 可是为什么这些老板就是不好好的经营 他上次也有提过吗 为什么都上邮交换不上学堂 然后他就是去思考 所以如果他自己精神去创业 然后做一个示范 是不是也是很可惜 所以他就在心中就开始足起这个梦想 然后他就从离开交通银行之后 他就成立企创业公司 然后新闻工作开始 我就一般办教育去 那时候他失败会食物的权威 一个最权威的 谈到未有食物 总统查出第一把 第一把就是第一把手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帮他边书 边杂志 然后一边边看我的时候 我就开始吸收我的知识 其实从学校所学的时候 那毕竟就是文书的工作 真正商场上的外国妈的知识是很有限 可是我就在外外卖杂志 可以吸收我的官方知识 在那个同时 我同学他们都在忙于公司工作 其实我也曾经增长过 我相信我这增长同学 以后你们也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可能有的同学他会很祝福跟你说 我今天接待什么外国课 然后他觉得他工作很棒 可是我是默默在吞鸣的人 我就是好 我是今天办法这个月判变好 然后下一个月卡 我就这样起来 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 然后再来就是进晚过的时候 我就开始办教训 我是又办教训 就是我开始学习 因为在上课都是高级经理人 然后还有就是 我可以区分给领拜语科广 然后都是大老板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原来是成为一个成功的经理人 应该区别哪些条件 我就开始去 去就是跟他们学习 然后再就是原来成功的老板 基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方法 就在我心中开始在去种这个苗 但是我没有很凸显 我没有很凸显我是一个就是很 我没有很外向去脱小我这些特质 然后就在如同我刚刚说的 在成立去完工的时候 如董的一次是想说去了解他们这个产业 那他他如果要创业的时候 他想要成做一个成功的翻译说 他要投入一个产业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欺负点 然后就在期朗工的同时 我们做很多诊断 然后你会把全他很多企业都看过 诊断过 然后初董他那时候教育银行 所以他是授心投资是一块资金秘书 那个好几百家的那个授心 也包括台积电那时候 他曾经看过 他也开始去搜寻 对那个产业是有未来性的 后来我们决定就是攻击机产业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的关键领组件 所谓的魂组罗改 那就是我们从这边切 那文静老师刚刚谈到的攻击产业 就是攻击机业里面 攻击机整个他是 他涵盖场的行业很广 他有整机场 还有那我们就是整机里面的 一个很关键领组件的部分 就是从魂组罗改出发 然后延伸到现在的机器也的部分 我们是一路上走过来 就是也是一步一脚印上来的 然后我自己的历程也是 我就参与这个历程 可是我要让各位同学理解 其实那时候我是蛮寂寞的 因为我的跟同学们互动的语言 我是很少数的 因为我就是埋头在这个 在那些就是算是比较开户啊 然后做访谈 可是他们都是在 其实他是在舞台上 所以他今天就是做贸易 然后接触国外的客人 事实上生活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也曾经游淫过 各位同学我真的曾经游淫过 这个跳板 可是我还是挨过去 那我的心想说 因为我比辞力比较慢小的 我说那我就是慢慢的蹲 我就是慢慢的把它固可这样子 然后就在风回路转 是在什么时候就是 就是因免机会 总统就是我们去投 就是买一家国附货工厂 然后我们就 可是现在国附货工厂 他们他经营不上 所以我就把他买国费 这边就有诟病的那个过程 然后他没有品牌 然后公司形态不好 然后也没有研发 也没有什么素质人才 然后总统就说那这样从理开始 所以他就拼用了四位 一口气拼用四位研究生 有研发 有业务端 有制造评法 然后就开始进行 就开始从理开始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哦 因为我没有离开 没有了到白 我就是 但是我有历练不同的工作 所以我从就是 跟我书相关的 从刊物 然后到技管部门 搬家训练 然后到整个 就是介入这个 关键临组 就是机械行业 那我怎么进来的 很简单就是 因为我觉得 我认定 就是我只要 只要学习 我就可以认知的产业 但是我跨入这个 上一科系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个过渡期 就是 大家都知道吗 因为我不是文科背景的 所以刚开始我到工厂的时候 跟他们开会 我完全听不懂 各位同学我跟你说 我完全听不懂 我请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你说你完全听不懂 那你那个职务是什么 那时候是执行运输 然后那时候在那上执行经理 就是行政经理的阶段 从执行运输 加把社代行政经理的阶段 你完全听不懂 我可以请讲 你从小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吗 没有 我从小是个没有自信的人 因为我从小功课就不好 而且 因为我从小就 就有好几年在吃生病 然后我小学 常常缺客 所以我上 开小学同学会的时候 我同学看到 我他们都说 赵卫星你还活着 我是这样过来的 而且我的功课都在中断吧 我从那没有在 我只有一次印象当中 我进入情商 其他我都在中断吧 因为我只要可以平衡活着就好了 然后 你父母亲也没有对你有特别的期望 没有 你爸妈对没有期望 因为我只要活得好好就好了 OK 然后你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 我已经完全没有雄心大志 好 那为什么 你愿意 跟着周永财 然后到了这家公司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个好人 就是老爸很认真读书 你愿意一直这样子努力地学习 因为你要从原来的领域 跨到一个工科的领域 那个学习是很艰困的过程 那通常人在学习里头 最大的障碍 第一个其实不是你的智商 是你的自我限制 那你为什么不会那个时候觉得说 你昨天跟我说我都听不懂 他们讲的我都听不懂 那些工科本人都好厉害 反正我也不是这个料 不从小工科也不好 那我就做好我的行政经理的工作 那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 继续去说天书 我就管好这一块就好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愿意去学 如果刚刚文庆老师谈到就是我怎么去做展折 就我刚刚说过就是刚开始听不懂 对 然后实际上我很抽搐很久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老板说 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再做下去 我甚至跟他讲讲我自己都哭出来 然后他自己下注了 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切入点 同学们切入点很重要 就是现在我在interview 年轻一进来 我都会帮对方设想有没有切入点 你要去设想 你进入所长有没有 职场有没有切入点 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讲说 因为我现在还没锁不到我的切入点 因为那时候满脑筋强 都说那些专业知识 那些什么精度啊可靠度啊什么什么 啪啪啪啪啪 那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然后甚至是有一次我们展览的时候 各位同学 你们要说因为我现在说的这个 展览之后 就是他会展览摊位的时候 客人来访的时候 他问的问题我也听不懂 譬如说他连从那国中文庆摸一摸 他就说哎 这有阿索比文 那我想说阿索比斯 也不是游玩的一次嘛 然后他怎么跟这个国中文庆 因为他是背弃的一次 然后他说那你这个 这个事情是不是叫Kemma 我说Kemma是日元末啊 他实际上他们是讲台语啊 他不是在讲台语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会讲台语 我说他问我怎么讲台语 听起来都很像日语 那是啊他就是日语 他们把他走过来 也就是说他那些韩话我不懂 可是呢 我就开始搜寻说 那我怎么便能让自己懂 因为我不可能变成一个 没有进入点后 没有参与感的人嘛 那这样你的工作价值是什么 我没办法容计 我是在那个感觉上 是没有工作价值 甚至一天过去是很意义的 我就发现开始 我的内心就有这个声音 然后我问我老板 可是在这之前 我问我老板说 嗯 我走到七五点 我很难过的时候 他就很冷静的回答我一句话 可是那句话他完全没有体会到 他那句话影响我很重要 为什么 他就说那你就想想看你的专场是什么 譬如说你你的计划行政很好啊 那我们机器业都很少 有人有做品牌行销的人才很少啊 那你可以手机想一下 他这一句话敲醒我了 所以从此以后 他因为你这个品牌打变全世界 那个掌握者就是我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思考的时候 对我什么都忘记 我也有我这边的强项 所以这边我要鼓励同学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跟弱点 你如果去反思思考下你的强项是什么 弱项是什么 在主事里面我们也是这样运作的 就是强谋不破 回头来看说我自己也是 我就开始思考 对啊 我觉得我是很有創意的人啊 可是以前我什么都没有去 去自己认识自己这一点 我看到的就是别人有什么优点 别人有什么强项 然后忽略了自己也有这一块 所以你也很特别啊 通常你讲到说 你找不到你的切入点 然后就要开始哭了 然后哭出来之后才 都让你吃惊了 然后就会说你的强项是什么 你怎么就自己就可以立刻悟到了 你知道吗 这是很难的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一旦开始挫折 就会沉浸在那个挫折当中 没有办法从那个挫折感到走出来 然后当你告诉自己不行 你就会不断地告诉自己 Can't tell it yourself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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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每个场合里头 不断地重复 我不行 为什么你会像 因为有种才董事长 他是很可爱吧 那他长得实在不太像仙女吧 所以他不是一个仙女棒 臉底下 你就醒过来的人啊 那你的个性里头 是什么样的特质 当别人跟你说你的强项是什么 你这么快的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强项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在台湾的一个人的人格教育过程当中 其实往往是用你在学校里头的功课好坏 或者是从小父母亲对你的肯定 来介绎你的自信心 所以你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社会里头 可能你父母也有种难轻易了 但是这个社会从来没有人告诉你 You are the best 你会在那个哭泣的过程中 你也会跟着冷静下来 然后找到自己的强项 我觉得这一点我想 我要感谢我的妈妈跟我的阿嬷 因为从小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亲我很感谢他 他没有中长性女 所以他让我一路的成长 可是其实我的妈妈 有一点中长性女的 那但是也 可是我回头我很感谢他 他就是从小 我只要没有生病 他一定排很多这样子给我做 然后我每一天都要完成一些工作 然后完成工作后 我就会自我肯定说 我今天可以完成那么多人 我说我不是可以的 只是这个因子 它是潜藏在你内心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老板 谈说我觉得我快不行的时候 那是在电话中 他不是面对面 以他那么威严的 我可能我面对面 我可能 可能没办法那么的轻松的 跟他讲这些事情 那那一次我已经在讨论事情 说我突然刚才讲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方向我是可以沉默下来 安静下来的 另外我觉得我有一个特质 当然这是我慢慢自己才发现 就是最近我以前就是第一个 我不是被容易看到 在团体里面我都永远都是那个 在角落观察别人的人 我也习惯在角落观察别人 所以我习惯说我不会在舞台上 可是因为透过那观察 我会我会对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我有不一样的体会 然后我会去反思我自己说 那我自己是什么 而且我我习惯就是每天反思五分钟 就习惯我一 就每天反思五分钟 就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下班之后睡觉前 就听起来有点像那个 恰恰这样子啊 每天反思五分钟 就我一定会 不一定是五分钟 可是就是一个moment 就是我因为坐下安静 然后而且我发现 其实我这个习惯是从小就 我就会在那边发呆 我就在我想 而且我以前 会在树上发呆 就是我没有失的时候 我就树上发呆 然后你会发呆 然后反思自己五分钟 然后想想你今天有哪些事情 没有做好 哪些事情其实还可以 是是是 对 那为什么你在改思的过程当中 不是抱怨别人 不是觉得 举例来说 我的妈妈重来轻易了 为什么是这些 价值都要我做 而不是那些男的做 那你在改思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不是对于你做不好的事 你觉得我好挫折 我就是不行 而你改思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觉得 你知道其实人犯错的时刻 在挫折感中的人呢 有的人会因挫折而成长 会因挫折而成长的人 往往是最后最坚强的人 但大多数的人性会因挫折 我们有一句台湾伟 有一句腐朗话叫 戒小登修器 那戒小登修器 会变成一句成语 就代表它是一个人性 对不对 就人性 大家对一件事情 觉得不够好 就开始骂人家 对不对 这是你的反思 不是吗 对不对 不是我的反思是 我是想说 而且我一直以前 我都认为我自己是弱者 就是说如果 因为我反正自己 身体也不好 然后功课也不好 就是我认为说 那我是属于那个 我没办法 在前面咬起那喊的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 让自己强壮起来 就是应该就是要告诉你 因为我要重活下去 我就是一定要 但是我需要时间 我都会告诉我 只是需要时间 然后我还是慢慢把它学会 我就是结为信念 其实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可以想就是 就是中小一样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一定要 往前走 一定要进步 一定要往前走 一定要进步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人的个性 决定命令 并不是真正 他所谓的什么天分 或是原来的一些环境 所以以前阿伯 那我想 会不会觉得自己 一直是原来 是我们所界定的 一个角落的人 而这个角落的你 并不是一个自我 很强大的人 而在这个自我 没有很强大的过程当中 你的挫折也不会太挫折 你也不觉得 你对别人的要求 会太高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 也不会太高 但你可以很清楚地 不放弃自己 因为你作为一个 社会照顾的角色 如果你连理地放弃自己 那大家都可以放弃你 所以你会不会很感谢 其实 我不是说小时寥寥 长大未必 最好 你的例子刚好就倒过来 小时未必 长大 寥寥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 人在一刚开始 把自己 放小一点 他的学习 跟成长的空间 以及他改进自己 让自己不断的 进入的空间方法 是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用去跟别人比 是你要自己跟自己比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 你认为谁 多么的厉害 谁很棒 我们以前常常会陷入 那么一次 其实我也曾经有过 可是 可是那时间很短 因为我还是会回来说 我 我觉得我比较落空 我怎么去把它护起来 那 我觉得这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人活着 你当你张开眼睛 每天醒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都是一种 老天给你的东西 那 我也思考过 是不是因为我以前 常生病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是不是 我自己以前都会想说 我没办法 没办法活过三十岁 不到三十岁 才知道说 我应该可以活到六十岁 可是现在我已经快到六十岁了 然后 现在的前提是讲 是 我觉得我要重力去思考 你活着的用意 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每天都这样 就是 早上起床去上学 或上班 来来去去 都忘记去 反思去 问问内在的声音 然后我也常常跟他开笑说 嗯 其实有时候 然后说 我大支给你满梯 刚刚老师说什么 小时要聊 他会不讲 另外一个就是 大支给你满梯 我会用这个方式去 去看你 你过来三十岁 我听说 大支给你满梯 听懂吗 这个要 我会开一下 就是 这些是不要晚熟 对 对 就是 据照我刚刚是指示 库可别慢的人 就是你要慢慢啊 你要玩熟的 对 然后 对对对 谢谢 大气碗的 是我自己讲大气碗的 然后又有点不太礼貌这样子 但是我都会用我的Case 去跟年轻的爸爸妈妈讲说 真的就是大气碗的 真的有着是大气碗的 然后你要针对小朋友的特质去 但是现在回头我要讲说 我要是感谢我的爸妈 是他们也没有约束我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是爸妈妈妈对你的期待 不是你原先要的期待 是可以商量 我建议你们跟爸妈去商量 然后甚至可以跟爸妈讨论说 你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天赋是什么 可以去跟他讨论 重新启发爸妈的想法 来 然后 你在什么状况里头 主任我们才董事长说 他会请 你来做我们上营科技的总经理 你说你刚才做到行销的总 行销部分的丹长 你去做从执行艺书 变成这些行政经理 你如果做到行销的副总 我都可以行销 可是你最后去做上营科技的总经理 你不会怕吗 对我从行政经理到协理 然后到副总跟执行副总 其实我自己也以为我担任到执行副总 然后把整个品牌行销的失误 我再行销好就好 我一直 一开始我也一直以为我是这样 然后 嗯 因为其实我们他会整个街班通许是有接近式的 我们有陪子通跟我同期同接班 因为我其他的干部 一个副总期跟经理的 那我很感谢董上 第一个他觉得女性资源很重要 所以他有讲过一个名言 就是我把他当作一个名言 我应该说第一个我幸运 第二个我想那是因为我的特质 第一个先讲幸运的是说 总总他说这世界上有两种的 一个是男人 一个是女人 既然女人是占了二分之一资源 为什么你不好用他 所以他有这个信念说我也运行很好吃 第一个我在他的就是在公司体系里面 然后我可以不断的学习 重点是我要现在说的这一段 嗯 如果我今天不够学习 没办法达到他要求啊 嗯 我想我今天没办法有这样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求很高的了 可是在这功能当中 我去怎么去拿呢 所以其实我们学习同时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是应对进退 像董事长他是属于 见级礼琴 然后就是很目标导向 可是我是属于我刚说 我是属于那种 他慢慢酷渴的人 所以我是很过程导向的 我很在乎这个 卡那边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个人是我 可是董事长他是属于 就是目标上面就是 就是邀请那很就是往前进 所以我们两个是很就是 quite different 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我就开始去哪里 我怎么去跟他做互博 在这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其实那也是我个人 特质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普通的学习 就跟我刚刚说的就是 从那个出版 然后到到期朗部分办交易训练 然后到关键主任的产业里面 这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知识 第一个我必须要把专业知识 赶快学会 进入状况 跟同时经历过我们的语言 可是在沟通的同等 并不是你要很深入 因为毕竟每个人 办的角色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就像我去跟长官啊 跟投资大夫在解释 我公共产品的时候 我是有反而化法为解 听得懂他们听得懂的话 可是我不会去对专业的人去谈 很基础很深的东西 我还是会再去应用 我自己的强项的部分 所以就是你要怎么去理解 你在那个组织里面 找到你的定位点 我们一般谈市场 都谈定位点对不对 好 然后我发现我老板 他一直在观察我 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不会去争取那个职位 然后第二个 他又重视女性的职业 第三个 他觉得这样他是属于那种 可能会往外跑的吧 然后如果有一个稳定的人 去 handle 收视物的时候 那个特质就很重要 稳定的特质很重要 对 然后一个是稳定 好 因为你的老板是互补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要打电您的原因是 因为我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是一直停留在当年民权 一遍的商专 其实后来你又去 在地面工作 不是办公办公 就是地面工作 因为再是赌别的学位 让你自己在这个人类里头 具备其他的人业之士嘛 这个跟朱荣才他 总是讲他很重视人才的关系 也是一句争取 然后很多员工里头 他必须栽培了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说 从大学一夜以后 我们的教育跟学习已经结束了 你也不是吧 没有 就是跟我刚刚说 第一个要做中学 一边做一边学 可是我刚刚讨论 专业知识跟领域 对不对 那现在文婷老师提到 就是我要去拉到说 你如果去运用 除了就是专业知识领域这一块 就是很快很重要 就是你的领导能力 管理的能力 最后就是只要需要时间就好了 可是领导能力 跟观众能力 除了细修之外 你个人特质 跟你的热情跟医院 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譬如说 那时候从领寒毕业之后 我就发现开始 用我一些的能力 去做我的工作 可是工作到一个状态之后 你一定会有瓶颈 一定要突破 所以我就在三十岁那一年 就事隔在五六年后之后 然后我就去补修学分 大学学分 之后 在十年 之后我再去读MBA 但是因为我读 都是沿贴自己很宽广 所以我可以不离开工作 而且这是 董康他认同意支持的部分 因为他也发现 经理人需要一个阶段 就是要进修 然后才可以带领团队 那很多人会奇怪 问我说 为什么我博士的时候 去读组织心理学 这个话 从大学跟MBA 是我老板主动 就是不许我去 可是组织心理学博士 为什么我去读 这个就是我开始有自信 然后 我觉得 就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不是功课背景 可是呢 我要带领一群功课背景的人 不行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我为什么 人家在回头啊想说 为什么 我要再去读组织心理学博士 很多人都是很刻板的印象说 那你应该去读功课 你要去读什么 电机博士啊 什么机械博士啊 可是事实上 所有的事情的成就完成 都是靠人 靠人才 靠团队 然后当我被告知说 我需要去接任职博士啊 在总经理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然后 可是我想说 那在我接班之前 我如果先充实我自己 带领这个团队 那我身为总经理说 我要把这个组织 带向何方 我开始是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那我国内的课程 可能没有一个那种 启发性的 那我去 就吻合我的个性的模式的 然后就要来个一天 谁会帮他组织心理学 那 那我就用这个 这个意愿去跟我老板他 这时候我老板管了他 没有一开始答应 他说 我英文答应 他说 因为你是很sensitive的 如果你再去读心理学的话 我觉得我们旁边的人 可能都会遭殃 如果他是旁边的人怎么样 遭殃 他绝对性学的人 精神会有好处 不是因为他 我已经斗鼓猫了嘛 对 他很鼓猫 那这样吃吃他们会有 我说不会啊 而且我请一个长辈 他写的是说 组织心理学 跟心理学不一样 一般的心理学也是 concer也是心理智商 可是组织心理学 他讲是coach 分考招停 他就是帮助你的团队的成员达表的 他就是一个coach的 你总的一个学 然后我老板就说 嗯好 那你也想让你去 好 那我很高兴开心 他让我去 可是 我谈到这边说 我是让同学 也就是说 有时候你自己 要先思考一下 而不是说 爸爸妈妈或者长辈 或者老师 跟你说 你就去读什么 有时候 你要有个时间 沉淀一下去想 你要什么 所以你刚才 看到一个很重要 就说 你为什么不去念工科 念一个电机博士 你跳到一句话说 所有的事情靠的是团队 也就是说 既然是团队 我的团队里头 有很好的电机博士 有很好的机械博士 我并不需要在这个部分里头 取代他们的角色 我的角色是如何管理他们 以及他们所有的能力 对不对 其实主任才的一生 主任才的一生 就一直在证明 这些台大跟成大毕业的 机械系的人 需要一个懂得管理的人 然后说他是在略微知道 他们的专长 略微知道他们的领域的同时 他自己去补足 他们不足的部分 所以当时要接走 你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不是去抢你团队其他的人 找队友的专业 你是在整个teamwork里头去思考 你如何办理一个领导者 而领导者就是在这个组织里头 了解很多组织内部的问题 组织内部和整合的问题 那我在看一些关于你怎么样 去带领员工的部分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报导 那当然我对这种报导 有时候会 不是那么喜欢 因为人们一旦有这种 女性的总经理 女性的董事长 女性的CEO 她就会特别强调说 她很温柔 关心你的家庭 她会进入婆媳问题 都强调这种叫做 female leadership 好像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强项 而这个强项 补足了她在其他专业里头 或者是不让许美 或者其实并不是怎么样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相信你去教导 组织性的学 去学这门课程 以及你最后做尚名的总经理修 一定给这个报导 所在掌握的团队里头 多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报导 那些看起来很好看的搜索 这些故事里头 一定有一些 这样特别的地方 里面可以想一下 对 我谢谢文贤老师 把这个点点出 一般看到是 因为媒体采访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说故事给他听嘛 你要举几个例子 可是事实上里面有很重要 问题就是 我刚刚讲是稳定的特质 还有就是公司组织文化的 组织文化的形作的部分 这一点是 就是组织文化的对方性的部分 然后这里面有很重要 是沟通简调的能力 我自己虽然不是公科背景 可是我今天就是要有想办法 去让我整个团队的人 看可以co-work 就是一起团队合作 那就是我在发挥我个人特质 但是通往当中 我觉得我一个 我自己还蛮自信一点就是 第二我会很开放性的 就是先相信他们 然后让我的团队的人认为说 他今天做这件事情有意义的 然后我就让他知道说 你今天做这工作 当你就你的工作 变成你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他是有意义的时候 那你就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在酝酿这样的一个人 好 那如果这个人犯错 因为他过度自信 你知道我们现在 台湾社会欠缺的 不是没有自信的人 我们欠缺是自我感觉 我们是面对是 到处大家都自我感觉很良好 他对于自我感觉很良好的人 他犯了错的很快 坦白说 像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我会很坦诚的跟他讲 但是我讲之后 我是用coach的技巧去导理他 所以coach的技巧 就是导理式的 用启发式的导理师 如果说他犯错对不对 那我一开始就问他问题说 那你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刚开始的目标 你是不是有立定的目标 想要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跟你预期的有没有一样 那现在跟大家预期的不一样 因为他做错了嘛 是不是跟他预期的不一样 那我说那对这件事情 你现在的看法是怎样 然后呢他就会讲一些理由 对好 然后就开始导理他说 可是当你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 只是立即嘛 立即的话 是不是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 对别人的权力有所受害 那他不会被人家摸到一半 他就说 哭出来的时候 那我不做了嘛 OK 不是我明白心 那你觉得那你想做什么 我们可以祝福你啊 你觉得这种人就不了 我不会用他啦 我只是让他好趣好伤 我不会用他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个人特质的部分 很难改变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一旦 我感觉过度良好 嗯 那他犯了很多错误 跟他一样开始就觉得 我没错我没错 就把事情大而花批 然后接着你把他找来 慢慢地看一看他 他发现他做错了 他愿意改变 然后他慢慢了解这件事情 他在团队里头 他在老心事情里面做好 那里面我记得有错误 可以有原谅 就是我会给他第二次第三次机会 只要这样的机会没有 OK 我就是好趣好伤的 OK 那如果他完全不肯承认错误 就完全面对挫折里头 他完全不肯认识自己的错误 实在有错 他就怎么挫折 就觉得说 真是我不想做了 一些少爷跟小姐脾气的 跟分拌 好 那我就会祝福他 但是基本上 我祝福他的同时 我会帮他做一件事情 我会希望他自己分析一下 就是说你分析一下说 那你觉得你喜欢什么事情 那你未来 你还要想往一个方向 因为我不希望他 因为这样子工作 不愉快地离开 第二个 他可能从此以后 我未来人生可能 第一个有错误 我是没有自信心 或者事实上 他可能到另外一个工作上的时候 还是重复那样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 我会用一种耐心去跟他分析出 你会把手机思考一下 但是我不是有步骤的 我会让他去理解 我说好 那让我祝福你 但是坦白说 很多人真的没办 就像文靖老师说 他可能没办法耐心 听你讲那么多 但是我都会敬意而为 我希望他跟我在一起 他是亥厉的一份人 他跟我身份有缘分的 基本上我都会敬意而为 刚才才卫星总经理提到一件事情 我认为他觉得他自己的优点就是 一个人在外面冲撞 所以他的企业里头的合伙人 最大的特质就是稳定 把架看好 耐性地处理很多细节 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因此在补强他的部分 跟其他已经有的研发相对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来做他的总经理 你刚才会提到 那第二个部分叫做稳定 你从年轻就跟着一个老板 跟到现在 你不会觉得无聊 对很多人会问我这问题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羡慕我 因为第一个 我是非常在一个稳定的 就是一个老板做造一个舞台给我 然后我可以从 就是出版业到庆晚公文 然后到这个 关键名组件里 因为这里面有新社的公司 有诟病 有海外社医子公司 然后我全球化的过程 这些我都经历过啊 今天我找不到第二个 你可以跟我一样过才对 所以你总共跟着 我们两个工作的总共10年 那40几年吧 对啊就是30 30几 1981到现在 所以从你23岁的年华 是到现在 到59岁的年华 是到对吗 你为什么要说 59岁的年华 我们俩童年啦 哈哈哈哈 其实 其实我不害怕出年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50岁以后 我更喜欢我自己 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啊 嗯 我们的那些董事 因为他们都变得好富裕 然后就讲说 嗯 岁月真的很快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在旁边很安静 你讲说 对啊 我从青春起 跟大家一起工作到 跟年起 他们全过往台下 好 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 当我年纪越长做 我也喜欢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对了 嗯 为什么你越老 越喜欢自己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强项 然后以前是 都会观察别人 都去羡慕别人嘛 可是实际上 你自己本身具备的特质 慢慢就 就发现自己 然后也被别人也发现了 OK 台下你在角落 观察别人的那个人生 階段 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现在呢 也在角落里头观察别人 那某程度 他们也觉得自己被迫 在角落里头看别人 他们有的时候 希望别人看到他 人到底在很年轻的时候 应该多厉害 观察别人的能力 还是让别人来看到你的明觉 我想当然要先自己争取啊 因为经理上会在角落上 还是比较多的 在台阶上 或者在舞台上 还是比较少 然后 你如果要被看到 第一个你先找到 我还是回来讲的切目点 譬如说 今天我们学校 有办很多活动的 然后你 你如果很喜欢 想要学我这个老师的课程 可是这个老师 他要限定 限定学生维数 然后你 你可以去先观察 这个老师他要办什么活动 有去跟老师说 老师你要办这个活动啊 我自愿意帮你们制作 然后我为什么 我的打字很快啊 然后我那个 什么速度处理很快啊 这是我可以帮你跑腿啊 就是第一个 你要先跳出去 你先把你热忱拉出来 然后先被看到 这时候被看到 只是让人来认识你哦 然后开始真的很认真的 去让你的长辈 或是你想期待那些事情 让他发生 第一个 一定要先主动跨出去 因为在角落的人太多了 在角落的人太多了 所以不用自卑嘛 大家就不用自卑啊 但是我觉得 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刻 不要那么渴望的上舞台 然后多培植自己在角落旁边 观察其他人 观察某些人的起起落落 那是一个不错的课程嘛 你的感觉呢 对那就是一种养分 他到这边我要谈就是说 就像你刚才说 我的背景从这样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那个过程都是养分 就是你意见的人事物 他都是你的养分 其实你在观察别人之后 有些人可能你喜欢他的Style 你就告诉自己说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他这样 或者是超越他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 你就当作借敬 就告诉自己说 我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就像我现在有一些 产学洗手班的高中同学 他们要直升大学嘛 那他高中生去我公司的时候 甚至很多那种大学生毕业 或者是一些师傅就会教导他 那他们就有人会跟我说 你说我觉得哪个厨长科长 我不喜欢他的风格 那这时候你要对这个小孩子说什么 其实你安慰他是没有用 因为他就是要实习 然后他说一定要在那边上班 我就会跟他说 那你就 你就我先就写一下说 你喜欢他哪一点 然后不喜欢他哪一点 喜欢他不过你就把他学习一下 不喜欢他不过你就自我学习 以后你成为leader 之后 你就不要是为那样的人 那个过程都是养分 那下一个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 像上瑜的科技 因为他主要的还是做 生产店里头的代工的影响 那有的时候订单会出问题 或者是团队会犯错 然后跟大科或者已经发生争执 这个时候公司就有 crisis management 那他建局理机的周永才 董事长 他当然看起来 我觉得他EQ 很好 可是在外面的EQ 跟这样的EQ 分离是一样的 这样里头 可是他是会骂人的 对不对 好伤害喔 很伤害 周永才 他到今天啊 已经当到这么大的 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礼拜一到礼拜五 睡工厂 那上学期 我们教课的时候 他就说 他是个很认识回家的人 因为他一个礼拜 只会一次这样 就礼拜六的时候 回去他的家 跟他的家人聚会 他就说 好伤害喔 很多人有很多父子 父女冲突 因为他今天机会太少 所以吵架 机会同名 也有这样 夫妻在一起也很好 那所以呢 他都睡在工厂 然后 礼拜六的时候 就一定固定全家在一起 那上次 我也跟他聊天 他就说 现在他很同情 他看到很多 他的朋友 如果好不容易礼拜六 或是礼拜天 叫小孩来吃饭 小孩子都觉得是强迫的 第二个都在挂手机 他不加不回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要见到爸爸 不容易的 一个礼拜才会去一次 第二个都不会挂手机 因为大家都觉得 什么好不容易可以接触 就不会有人一直挂手机 那 可是卓董自己会挂手机 哈哈哈 而且因为 因为我顺便插播好不好 就是说因为他好不容易回去 大家可能就是像卓妈 我就是总长夫人 然后都叫卓妈 还有他的二子女 他们就都会到齐 就会等他 可是事实上 因为你是不是也是礼拜五白天 可是在日本 在意大利 在德国 或是在美国 事实上有的人 会有时差的关系 或是有的人 我们经理人在外面出差 就是在外面展览 那还是会 就是有些重要需求 还是会让他头部 所以他是忍不住 会在那边滑手机 这个我一定把当周靠一下 再说他 然后他也是亲难的接受 事实上是他滑手机 是他滑手机 但事实上没办法 是全球化的公司 那我就请教我们 就是说 当一个公司 我看会不会有这种公司 他出现一个订单的问题 然后这个订单 可能下单是错的 你会譬如说像现在 那当时更大的一个机箱 Samsung 的No Salon 那做这种决策 是很大的决策 所以后来大家就说 No Salon 电池烧起来 还是因为旁边的 电路的设计 就现在不知道 它是系统设计的错 还是电池的错 第一时间是推给电池 后来发现 你改变了电池 其实它电池 会出错的原因 是因为 它想要让手机的续航力 变成比较久 所以他们第一个怀疑 是电池 后来发现可能是旁边的 各种系统 那结果 他的继承人 就是他的儿子 他们说除了儿子之外 没有人敢做这个决定 因为这个亏损 是三百亿美金 任何公司 如果不叫Samsung 如果不是这么大的公司 他会硬是倒闭的 然后结果他就 做出决定 全部回收 然后接着 发现第二次再出去的 还是烧起来 停产 停止销售 一样一样全部通通都停 然后事实上再也没有 弄上这些事情 我摔跤的 我就承认摔跤 那其实你看像Samsung 这么多年 然后他本来应该最轻贺 所以我曾经 跟很多人的对谈 我们收录了两个书籍 一个叫做 《我相信时报》 另外叫做 《我害怕成功》 Samsung 这次出问题的时刻 它是全世界第一大手机上 对不对 它是第一大 然后呢 Apple 因为Steve Jobs 的过往往生 正被认为 越来越不行 那Samsung 本来在这个时刻 就是最沉默的时刻 对不对 他就是 赶快就出他的 弄骚 结果就这样 摔了一脚 那他的 Crisis Management 是如此的处理方式 那我想请一下 蔡卑青总监 你一定 你也碰到过说 很大的客户 下你的订单 或是你们内部 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管是对方的错 你的错 公司出现很大的Crisis 那这么多年下来 一定会有 那这个时刻 你跟卓董事长 各自带你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再组织心理权 他用什么方法 让公司继续 Keep going hard 我现在刚好可以分享一个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 组织专利的危机 因为上海科技的产品 我说要改变新银化碗 它的特色就是 它多数在公立新银国家 包括德国跟日本 那这两个国家 他们专利都非常的多 尤其它甚至关在新银组织 所以我们是后期之秀 你要进入这个产业化 你现在有办法 要先突破它专利的封锁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海运这个品牌 那还没有 还没有很明显说 而且大家如果是 面对台湾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人很在乎它 所以德国人 跟资本人 这些竞争对手 他们也不在乎你 可是慢慢的 大部分发现 海运的工作坡 慢慢已经业绩 甚至市场 就是已经侵犯到他们的 他们开始注意这个美牌 所以有一天呢 就是 IKO 它虽然是日本 比较小的品牌 他们像T&SK 没有啦 可是他们就 但是当然我觉得 这社长 你讲卖一点 你讲卖一点 因为我觉得你的输入 讲太快了 他们可能会听不懂 因为你这个行业 好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 埃社社长 他就发通知 给上海科技说 会公司的产品 已经退出了产品 这个先行滑轨 因为我说 改进 就是已经立足市场了嘛 已经被发现说 好像这家公司 好像需要处理到 所以当我们开发第二个产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 十年住进的第二把界 进行滑轨的时候 这个社长就发心来说 你好像触犯到我们专利 对一个自由品牌的公司而言 你只要有侵犯专利 你只要能够出去 公司就面临危机倒闭的 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是告你侵犬吧 对因为就告你侵犬 那你可能就没完没了 触定你原先 因为捕捉感 起家 然后赚了钱 跟占地钱 那些背驰 可能就瓦解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 因为这个行业的 最在乎的 就是这个品牌的忠诚度 认定度嘛 所以今天如果 可能它对你还会好 不容易相信你这个品牌 虽然是你的一趟 可是我相信你是有能力 而且品质够好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 原来也是抄袭别人的 因为日本人 它虽然是一家不大的公司 但日本 Lady Japan 在一般人的常见里头 它拥有智慧财产 及专利的能力 就会比Lady Taiwan多嘛 是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侵犬 它只要告你 我们就会相信 倾向相信 日本人说的是对的 是 台湾人就是抄袭的 是 是 尤其达师帮我解释得 嗯 非常好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这里面我们要思考 我们面临的条件 第一个是国家形象的问题 第二个是 这个公私有序的问题 那在这个当下的话 就是 董事长他第一个 马上就是 我们就先 就是 这个危机处理真的很重要 这个关键点 尤其在黄金时段 一定要先让对方知道说 我有诚意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先写 抱歉的信说 OK我们 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产品 跟你有相似 可是我们先再查了一下 我们并没有法冒的 刻意去访问的问题 但是我们仔细看 有一点点 他们觉得很接近的地方 就赶快找出问题 但是我跟他回复说 OK 没关系 他不说给我 三个月后半点时间 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不到三个月就 赶快 紧急成立一个新的团队 然后就重新再做设计 然后就回复的地方说 OK 我们已经修整过了 那你原先增海产品 全部都撤降 那在中间工程当中里面 就是经营者领导人 速度要很快 第一个 你先有你说 就是如果万一我错了 那我可以 我就是不可以不抱歉 但是我会刻意去犯错 第二个就是 你要采取行动 整个部门团队 平化团队 简格他建立起来 这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当参与的团队 就是让他专注的 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让自己的主管 专注去把这件事情克服 重新把所有的那个专利看过一遍 然后这边我要鼓励同学就是 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 一点点类似这样的问题发生 我们不是刻意要去 copy 别人的东西 是什么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们英语的人才比较多 日语的人才跟德语的人才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我的同学 除了英语之外 我希望你可以去光组 第二个外公园 日语或是德语 如果你要进入工业的产品领域的话 那这里面我们有些专利 他如果用成用日语写的 或是德语写的话 我们看不到 对我们我们查不到 我们看到就是英语的部分 所以但是我们就马上 跟对方说明说 OK我马上收回来看 但是我们要刻意 是有一点点相似而已 但是我马上改 就是马上要处理就对了 所以你们为什么选择的方法 不是奥到你 好就跟对方说 我虽然跟你有类似之处 但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copy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贵公司有这个产品 而我们的产品跟你只有类似 这个similarity 这个相似度不到反正有时 或是说我就刻意去找出 以前也有跟你类似相似的 使我的copyright 根本不得高侵权 我们家大多数的公司是这样 对 但是我们会这样说 因为第一我要考虑到以后 我要永续经营啊 一个品牌的更衣里面 第一个它是需要赢得 它的信赖度被消费者 被顾客的财用跟信赖 它是日积月圆的 所以你们的做法就是说 即使你没有发现日本的 这家公司他们专利 但是你们觉得即使有相似度 但你不实际可以回来 我给你查看 马上处理 你意识到就说 我很可能是台湾人的公司 我是台湾人的公司 然后我只要跟对方日本 有类似度 躲在这个市场上 我就不会有信任 你就先了解自己 就代表台湾 而不是分分为必说 你这日本鬼子啊 你当年呢 统治我们台湾 你当年对我们台湾人 当二人公民 然后你用台湾卸入计划 你今天还在起火 你不是用这种方式 这方式就是很清楚 认识大 不管你去炒什么 只要你知道 made in Taiwan 的公司 你跟日本再小的企业 有他们产品专利的相似度 你在市场就会被认为 你是一个公平 你是一个模仿的人 所以一定要了解客观 环境怎么看 然后就是很快的危机处理 就是第一个了解你的大环境 其实我就是 因为我身边的一台 我就是台湾人 就是先认识自己 先认清自己的条件 认清自己的立场 然后你就是 必须马上先看我的问题 因为应用是没有用的 其实日本的同业精英的 他道歉还是欺负我们 包括我们买机械 或是买材料 他们还是会跟 我们的同业精英的 还是会跟这些厂商说 你不能把机台设备 卖给台湾的海维 你不能把钢台卖给他们 因为他是我们的精神者 日本到现在 他们上中下游 卫星体系 还是非常就是团结合作的 所以台湾的一定要自立自强 总统他都说了 台湾人没有另外一条路 就是自立自强 然后超越日本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日本人 跟我们的感情 或是因为殖民的关系 或是我们最近很多哈日的人 搞不清楚状况 日本人在 关于工具机这个行业里头 他们认为他们最后 剩下的优势就是工具机 因为台湾最大的进口国 就是进来东西的是日本 最大的出口国是中国大陆 那日本进来的就是 以我们高端的工具机 或以我们高端的机器设备 所以日本人认为 这已经是他们最后 在亚洲生产队里头 最高最高的最重要的 top secret 所以他就是滴水不漏 在他们的滴水不漏的 这个领域里头 上一颗金 他会为你们崛起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危险 是上一颗的危险 他到一定会就是 希望把你打得很低 然后让你根本就是 滴水不漏进来 拿到他的任何其他的订单 只要是日本人的订单 你就休想嘛 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拿到德国的 或是其他国家 是 他这边我分享一个小 就是小故事 是 我们刚刚谈就是说 懂我什么都会说 要有很大的决心 要是一直想要超越这本 我们这里面是把这个精神 就是把它落实在 整个团队里面的 譬如说 我们施造我们的 不错感性滑回 刚开始早期 是日本进口 可是日本不让我们进口 之后我们就从德国 可是从德国进口嘛 成本又太高 那这样你就没办法有去整理 你如果相同的产品 制造的过程当中 你的制造成本是有别 以年轻者之后 你才有办法有条件 因为你没得赢他 我们降低二三十百分 到一个条件 那这样怎么做呢 那这样我就要成立一个研发团队 叫做专用机的团队 那一个吉他编号啊 都是跟日本人的同业人有关系 譬如说 因为我刚刚谈的THK ONSK IPO 所有都有K字 所以我们吉他的编号啊 就叫做 刚开始叫BK 就是把吉 BIT 所以每个编号是BK BITK 对 但是呢 他后来想一想说 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吃掉 这变成EK 就是EK 我们是这样鼓励我们的团队的 就是说 各位同学 其实这个故事 也是让各位理解说 当你有一天 你那很挫折的时候 其实同学之内 也要一直要打气 你要有一个信念 中心有个信念 那个目标很清楚 然后就是 这一团队他心中 就有一个使命感嘛 就是第一个 我要超越日本 我要打败 我要成为世界第一 这就是我们的练进嘛 好 我们来谈下一个故事啊 就离开蔡惠奇林总经理的故事 来谈到人怎么面对这个大环境啊 刚才谈到 就说Made is time one 然后他们所做出来的 当时认为是他们的第二个 金金木的东西 很快就碰到日本一个很小的企业 就告他们侵权 然后他们就立刻的把这个 认知到自己所处的处境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情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整体的历史分析 反正就是认了 然后就立刻研发出三个月里头 把危机处理处理完毕 然后那次如果处理不好 公司就倒闭了 对不对 那接着走到走到今天呢 日本人还是在放着你们 更重要的是 台湾人还不愿意承认你们 下面的故事就是 全有前三大半导体的设备厂 都是你们的客户 包括国际大厂院客 美国 俄国 各方面检测 都用你们的精密定位系统 可是呢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基本上第一时间都不会选择上瘾科技 它还是要Made in Japan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United States 它还是要如此 所以你们就来看一句话 台中到新竹开车不用两小时 但距离好远 你们要经过旧金山 Sircon Valley 西谷那个地方的人 都采购了你们 认可了你们 然后呢 由于国外的客户 来自美国的 来自德国的客户的指定 那些新竹科学园区 电子业的老板 才一次来采购你们 那所以这种才不止一次表示 台中到新竹 最近的距离是绕过 我看看这个采购很多次 所以是很艰辛的 德国 日本 德国 美国朗 有些人会 刚开始的时候是看不起你们 现在是提防你们 对不对 他跟我们的关系 出去就跨了一点提防 是看不起 但因为看不起你 使你根本没有跟他 争执 你对我错 或是我对你错的空间都没有 你就是任陪 就自己从来 那接着呢 好不容易他看得起你了 他看得起你以后呢 他就是全面反馈的 这是日本 那美国认可了你 可是你仍然得不到 台湾的新竹科学区 这些道老板的认可 你要透过美国 这些在矽谷的大厂 指定他们说 我要用high wing 然后你们才会拿到台湾的计划 那很感叹 好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人面对这种处性 你花多少时间在抱怨跟情绪 花多少时间来面对 我记得我们就是直接面对环境 我们根本完全没有抱怨的时间 也没有办法就是迟你的时间 因为这世界是每天的那个脉动 就是随时在变动的 不可能有迟疑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世界最强的新增者 第二个 我们身上有四千多个家庭 四千多个员工 就是四千多个家庭的责任 这个使命感是可能中泄的 然后我来说明说 为什么我刚刚文庆老师谈了 就是说 从西谷然后到新竹 还有到台中这个事情 就是各有半导体都在竹科 都在新竹对不对 那新竹像就是半导体公司 我就标出哪个家庭 半导体公司它会跟它的设备 它生产半导体的时候 生产晶片的时候 它需要半导体设备嘛 半导体设备就是一些晶片的设备 晶片设备它可以谁买 它可能会跟荷兰 它可能跟德国 它可能跟日本跟美国 好 那我们就很微妙的是 我们的产品 譬如说我们产品精密定位系统 卖给美国的奥巴拉姆七零 那他们就是用西谷做代表 所以呢 我的国族感 新英华国做成的定位系统 卖给奥巴拉姆七零 它的西谷 然后它的整机 基卡就卖到竹科 所以为什么说 是从台 那我从台中外 直接从台中直接卖给竹科 就好了嘛 所以从台中到新竹 最近的基礎 是要经过西谷 是这样来的 相同的是 另外一个厂商在台北 它是那个 就是某某硬法公司 也是啊 它是 它是买日本的 所以呢 我们就整机 帮它做好 而且这个case是整机哦 只有它的软体 在日本 东京半导厅公司 然后呢 整机坐到日本去 然后它把那个 拉迪东航去 然后它就送到那个 中华营管 送到哪里 因为假装 就是台北 对不起我把公司搜出来了 假装没听到 就是台北的某某营管公司 那现在是 从台中到台北 最近一次 就是从台中到台北 你是经过东京啊 所以这个故事 是这样过来 然后我要让同学理解是说 这里面有两个 中华的含义 就是国家形象的问题 因为这么多年来 整个中华民国台湾 一路走来 我们以前发展 经济发展 都是什么 都是消费品 比如说什么鱼扇啊 鞋子啊 都消费品 可是你现在是 它因为是做的是 精密工业的产品 一般人对你 迷迷台湾的形象 就是因为 在消费产品阶段 你总有能力生产 高精力的工业产品 这是一个大家的形象 第二个 通常国人都不相信国人的 因为他自己 他自己就采用高精力设备 是给别人买的 他怎么会想到说 原来我国家的 的企业伙伴 他们是也有能力做这些 可是这是人性的弱点 我要让同学理解说 这是人性的弱点 其实有一天 你遇见类似的问题 请你不要迟疑 也不要觉得伤心 也不用怎么悲愤 你都不用 那就是人性的部分 第二个 台湾的工具机厂商 他用我是关键名嘴 对不对 这些领主 这些整机厂 是做整机的嘛 他们以前买的 这些关键名嘴 跟定位型 他还是从日本 跟德国买的 所以当我们跳出来 自己做做 他也不认为 台湾有能力做 更何况 卓董财先生 他是银行家出身的 他不是我们的欧器的 怎么有可能呢 这是客观的环境 可是我要让同学理解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包袱 卓董他不是客观出身 但是我们也客观出身 反而我们跳脱传统的思维 所以我们公司一开始创立的时候 就用研发创新跟自由品牌 当作精密的主轴 完全没有黑手的思维 现在我们变得是全台湾 空虚产业 精密机械产业里面最大厂 因为我们没有包袱 你所谓没有包袱 只是说那些 偶俱出身 因工程出身的人 他们因为一开始 就会被认可 所以他们就挤进了 全球的生产链 然后他们就一直习惯 在这里头小小的一个带工 所以就不会自己自创平台 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是拿时间来抱怨 这还是我刚才问的一个重点 OK 你怎么会不会觉得说 我去的是我人去乌 不是因为我们台湾人 就没有人要相信我 就是为什么 你刚才讲说 你根本不要花时间 抱怨这件事情 因为你即使抱怨 也不会改变 对 就是你抱怨也不会改变 因为没有人会送钱给你啊 你钱还是你要自己去赚啊 而且我们不然没有条件 我刚刚说过我们没有条件 你就是说 你就是台湾人吗 OK 你们之外 才会请总经理他的英文 叫什么名字 叫ENID 叫ENID 然后到后来呢 他看起来很客气 然后很经理人很专业 而且他也不强势 但你也不能觉得他不强势 因为他有他一种很坚定的态度 OK 那种坚定他的对人没有侵略性 可是你还能对他学动 所以当他原来给自己取 一个英文名称叫ENID 你是怎么取的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那时候 我其实我有点 说什么 反骨啦 因为一般的女生 就是女生女孩子都会 就是比较女性化的名字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 那种女性化的名字 我就希望有点中性的感觉 所以我就去找一个名字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中性 在哪里找到的 就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英文名字的词典里面找到 然后我就找台湾 这四个字很简单 然后ENID 他就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 然后ENID以后 他现在人家都说 依你的 我听你的就好了 就依你的 这样 对 大家可能觉得 我们今天讨论的 上磷科技只是一个工具机 实际上它是对人类的贡献很大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来下一个 上磷科技 实际上工业4.0以后 机器人的出现 我们讨论的比较多的是 人工智慧 他对人的很多能力的取代 但是他在某些领域里头 正在改变 原来在他的生活里头 很不方便的人 而上磷科技 一开始投入了 这种医疗有关系的 所以以前很有名的说明是 台湾是最早 发明那些中风 贪败物赢在床的人 当他插管的时候 他躺在医院里面 然后呢 很多时刻 因为要帮他洗澡 或是要帮他做治疗 移动的过程中 他就死掉了 那上磷科技 就发明了 从屋顶下来的 一个特别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这个机器人 哪儿搞不像人 结果他就可以将他移动的过程中 使他 我们很多长者 就可以这样 在移动过程中 他不会产生人为的错误 那这个上磷科技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他呢 以复健自动化的模式 代替物理治疗时的双手 让很多摔跤的老人 脑中风的 或是不完全积随损伤必有 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断地训练他自己 不断地训练他自己 那长期不疗于心的人 他们可以因此 最后就站起来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很有名的叫 下肢腹肩的机器人 下肢腹肩的机器人 这就是下肢腹肩的机器人 就是 你们可能都好年轻哈 像我的妈妈 她们都是这种年龄 只要甩脚 就站起来 那站起来很痛苦 然后我妈妈是ETV很强的人 百分之八十的老人 从此就躺在床上 再站起来 现在的人活越老 可是老是这个忧郁症的 因为你 第一个你一直面对死亡 天天逼近 第二个你看到自己 一直衰亡 所以如果你不给他一些 辅助的工具 其实他活下来的生意 变得越来越小 那这就是 我刚才所讲的 下肢腹肩机器人 那这个下肢腹肩机器人 他只要站在这里 而且当他一直腹肩 一直腹肩腹肩 他的速度就很快 你知道吗 以前都是要这样 你每天一定要这样 强制性的走路 那你即使到一个 附近音乐里头 你知道以前很有名 就是台大有一次 有好多人都生病 为什么 就附近中心 产生了群聚感染 你可以想象 像台湾这一堆型的人 有多少 那下肢 上一堆是做好员工 前面美丽的柯女士 你看到没有 他第一个员工 然后一路的往上爬 那以前人们认为 他是小义书凡神 但是这个不叫凡神 就叫持续的努力下肥 当然最重要的贵人是生涯 以为至今为力的老板 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 我想新鲜做几年就换你工作 做几年就换你工作 做几年就换你老板 我觉得我在这里学得差不多 我应该出去外面看看 其实我自己 我跟他同年 我看起来当然比他 活泼一点了 然后呢 也看起来好奇性多一点点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我的工作往往一做 有一次有人叫我写 他说你是几年到几年了 我就写给他看 他说 蛤 你做广播工作做了二十年 我说是 他说 那你做电视工作呢 他说 哦 你怎么每个结婚都做十年 十几年 这样的 然后呢 其实我是一个 我会鼓励所有的年轻人 希望你们记住我今天所说的话 一直不断地换工作 一直跳槽 第一个 其实你很难看到自己 你的优点 以及你可以学习 除非你找错了老板 你很应该离开 如果不是找错了老板 你一直在更换工作里头 其实你的成长是很有限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有跳槽风 不断地挖角 那像我看跟我同一个礼物很多的人 他们在不断地挖角 不断挖角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他的部分的钱在跳槽 因为每一次的挖角就是 他的薪水增加百分之十 增加百分之三十 然后有一天 他就会在职场被淘汰 因为他会的就是这些 他是不会成长的 所以我觉得 蔡总经理给我们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一流的故事 因为他的一生 等待一个人 对一个企业的成长 下一个 中途 其实有人挖角 他从未心动 因为他的老板是 他的贵人 像我们现在在看工作领域里头 你们很多年轻的同学 可能很难体会 我想待会蔡总经理可以补充一点 有一次我就很好奇地问一堆老板 这你们可能不喜欢我 讲下面的话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来这里 我先我给你们分享的是 我的人生工作经验里头 可以听到的实话 我就为什么你要给年轻人 毕业的薪水那么低 只有所谓的26k 或是28k 是因为经济真的那么不好吗 那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现在还这样 那你也可以说 这些老板 你可以仇视他 可以恨他 但是他们说的一段话 我想转告给各位 因为这是我看到的很多公司 都在发生的现象 就是大多数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教育 没有能力直接地接轨 他们在市场上工作 也就是你一毕业之后 你进入那个职场 其实别人是要花相当多的时间 训练你 让你融入这个团队 然后熟悉你的工作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在那个公司里头的角色 是一个学习者的角色 那在美国就很清楚啊 你如果进MBA 你要进我的银行 第一年没有薪水 第二年没有薪水 想到我给你机会就不错了 那你什么都不会 然后到第三年 你被留下来以后 人们觉得你是有福利的 你才开始有薪水 那我就听到很多老板告诉我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进来啊 每天来的时候 就问我这去如何 我要坐我自己我走了 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态度 他就假设 你的所有的年轻人 都是会跳槽的 因此他第一年给你薪水 可能是26K 第二年他们高一点点 第三年你都稳定下来 他才会考虑 要提到这个人 因为他认为他第一年给你薪水 可能是他在训练你 你其实对这个公司的贡献 还没有产生产食 而他开始把你训练好的时候 你已经跳槽走了 所以往往一个公司就觉得 我这次进来 我录取了二十个人 可能只有两个人会留下来 所以年轻人不断地养成跳槽的习惯 或是不稳定的习惯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伤害到你现在 要进入职场的时候 有任务的一个形象 你知道吗 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在我们的年代 没有什么人认为 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进去 每三两下就要走了 很少会这样认为 可是现在呢 我觉得参与薪总益 他会发现永远有很多人来挖脚你 我想我的情况是这样 在我心里也是这样 他给你的薪水 都比得来高很多 甚至有得高一倍 有得高一五十 当我不我一所动 而这个老板知道的时候 他都会对你更好 而且任何人来挖脚我 都会告诉他说 你不要挖脚 我因为 我如果为了你给我的薪水 比时代高很多而离开 我下次会有一百个人 给我更高薪水 我也会离开 这样的人最好不要用 除非我现在的老板 他对不起我 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老板 所以这个老板的天文就会觉得 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就知道说 你实在是我永远最好的干部 对不对 他才会投资你 第三个 挖脚你的人 他很尊敬你 虽然他对你的挖脚失败 但是你这个人的人体是好的 所以当有一天 你真的跟你们来的工作 他对或是上级长官 出了很大问题 你要离开去找他的时候 他很放心地就接纳你 因为他知道 你也不会随意地离开他 所以一定要养成一个人体的习惯 我觉得才会一种 给你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眼界 下一个 他过去做了很多工作 刚才他也提到了 他曾经 会遇到困难 跟老板流泪 然后之后做了沟通 再下一个 他说啊 他从小没有伟大的梦想 但是从一个隐形人 他自己一步一步地 终于 他被副理事杂志 是选为亚洲前50个最强的转眼经理人 最下一个 真难的 他原本认知在生产飞机的引擎的美商公司副总经理 他们学到台中工作 当然这些故事就是属于 媒体报道会看到的蔡惠琴 扮演的角色 他的贴心 再下一个就是他的属下 那婆媳问题这也是如此 这样 他这个 在指导面里头给别人很多关怀的文章 我想就是组织心理学教他的 再下一页 然后呢 他还会经常 跟德国人打扫到的时候 米克里原不见地会讲德文 是一些小女姑 那下一个 OK 即使在强调男女平等的晚上 女性一晚 都有个对台阶 有可能很强势 但 蔡总不会 因为它是够着沟通协调 但很独定的态度 而不是讲上自己没意见 可是这个 这就 男的讲起来都说明是共同性 其实还是要很鼓励 对不对 很有理解 大家才会承认你这个文艺 OK 四千里的员工 很重视员工的心理成长 然后他认为 所有的人都需要教练领导的课程 并且呢 平均年龄才三十岁 所有的主管都要参与教练领导的课程 永远不断的学习 就是我为大家 今天我们的主角 蔡律庆跟上科技相关的资料 很多同学 下一堂课时间到了 那我们今天对台到此 蔡总是一个很需要的 对我就说这个 只是现在在迎接工作 四点的时代里面 我觉得我想鼓励大家 是自我强化 或是不需要太担心 例如的比如说 基建时代来临啊 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 或者是说 是变得比较容易找工作 或者是 会有一些担心跟失落 薪资胖 其实都不用 为什么 人就是有人的价值 人就是有温度的 但是我们如果在迎接工作室里面 还不管他谈的事 就是阴端大数据 今天我们在座 有资讯电机协业 对不对 那都是很方便的角色 这些是管理科技也是一样 为什么 他们以后机器 我们现在开发工业机器 可是也是有其他厂商 会开发 平板型机器 因为贵老师 人口高低化的部分 当平板型机器的时候 他们也需要一群人是什么 领工独自社会学人 类型跟心理学的人 所以呢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要思考是 我们有哪些强项 有哪些价值 可以发挥的地方 不是被取代 而是他的目的 是希望人类未来生活 是更有实感的 那你怎么去找到你的强项 去把它发挥 然后让别人看到 我觉得才是重点的 其实是超过机台的生产线一样 以前你是操作者 可是做这段话以后也变成 你是整个生产线的管理者 跟控制者 所以也都不用担心 但是我想补充一下 刚刚有谈到一个就是 他的三年 为什么三年 就是一般的老板都说 你没有到三年的话 然后我不曉得是不是能够稳定一下 除了是说 你有没有贵贡献以外 这是三年的话 是企业经理的角度说 你第一人可能还没有贡献 第二人也贡献 第三人还有贡献 但是我要努力同学 你现在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 怎么思考 因为你第一年说 你不见得认识这个产业 你可能没办法认识你的老板 他的领导风格 他的办理能力 还有这产业的强项 跟产业的发展是什么 你第一年他不知道 第二年的话 你慢慢了解 我老板是这样的特质 然后我老板有什么专厂 我有什么专厂 我可以去跟他护博 然后我就在那边卡位 我在厨师里面有卡位 我要找我的定位点 第三年的时候 你对你老板了解 对产业也了解了 然后你就是真的开始发挥的强项 这时候老板不帮你加薪不行的 为什么 第一个 你可以了解你在厨师里面办什么角色 然后你的专业知识也够强了 所以至少要敦马不敦三年 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 谢谢艾伦总盈 今天来到达州大学这场课程 也谢谢我们刚刚谢谢离开的同学 谢谢在座的 仍然在这个围上的人 希望今天的对台 不管你们将来进了哪个行业 进入职场哪个工作 都会被你们有所启发 不要在乎你现在的起跑点 只是在角落 也就觉得自己已经在舞台上 有所在的学习 祝福你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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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